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西人的行为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由于伤病原因 内玛尔过去一阵子都没有参加比赛 恰逢圣诞节 罚假暂停 巴西求精回国庆祝这个节日 据巴西媒体《环球体育》爆料 内玛尔计划在巴西里约热内部组织一次圣诞派对 预计有500人参加 这次派对长达5天 据悉 内玛尔为了避免引起争议 组织这次派对非常低调 他要求所有参加派对的人都上交手机 以免派对视频外线 但尽管如此 巴西媒体《环球体育》仍然通过线人得知了此事 众所周知 巴西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累计确诊 接近750万人 内玛尔如此猖狂的圣诞派对 自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内玛尔倒是无惧新冠病毒 因为今年夏天 在前往伊比萨岛度假期间 内玛尔和他的多名巴黎队友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所以理论上 他的身体里已有抗体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